业内互约已久的完善A股退市机制,让上市公司有进有出。 今年以来陆续迎来了实质性政策, 7月27日下午,证件会发布关于修改, 关于改革完善,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,的决定。 明月上市公司除构成欺诈发行,重大信息披露为法案, 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生态安全、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、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。 证券交易所也将严格依法做出暂停,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, 相关规定自7月27日起施行。 此举备是作为进气卷入疫苗案件的上市公司长生生物量申定座。 据新华社27日消息,公安机关已对长生生物权自私公司长春长生违法违规, 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开展立案侦查。 对长春长生董事长高梦邦等18名涉嫌犯罪人员刑事拘留, 冻结涉案的企业账户、个人账户。 同时,上市公司也被证监会以涉嫌信息披露,违法违规正设立案调查, 并冠以FT,如今退市规则修改,明确重大违法红线范围, 让北京退市风险高起的FT潮升,警报再度升级, 疫苗问题关系重大, 如果调查结果不幸验证了社会大众此前所担忧的, 退市属于最有赢得,也将成为日后资本市场阻清流毒的变形案例。 今年有上市企业因严重污染问题,被生态环境不通报, 暂停,终止上市的震慑力也应该对准对了严重损害环境的企业。 同时,严格执行退市规范也能改变此前关于监管层, 对上市公司重大违法,处理较为宽松的影响, 以阴气炸发行和重大信息披露,违规养醉并存的万福生科为例, 竟然能够逃出生天,且在恢复上市后迎来一波炒作, A股因退市制度不完善饱受诟病还在于处罚退市的主要考量, 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,一直很难真正执行, 因为大部分病因退市的公司,往往都能一阶课, 重促等途径临门一角恢复持续盈利能力, 部分长年未恢复持续盈利能力者, 適合通过财务手段规避退市政策, 继续留在A股市场, 这从退市公司数量上可见一般, 统计显示,2001年至2017年, A股共有93家上市公司退市, 年均退市率仅为0.33%, 对比境外成熟资本市场, 纽交所2001年以来, 平均每年有128家上市公司退市, 纳斯达克市场年均303家退市, 平均退市率分别达到6%和10%, 完善退市制度随着今年新股发行常态化, 上市公司数量显著增加而日险迫切, 2017年, 沪深两市共有438只新股上市, IPO总量占全球到近30%, 因此, 通过近期实施的系列退市新政, 要让未来A股上市公司退市常态化, 法治化和市场化, 正如郑监会所言, 此番对退市制度的修改完善, 对于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, 增强市场主体活力, 塑造旅行投资文化, 形成优胜劣汰的良好机制具有重要意义, 值得一提的是, 在推动退市制度常态化的同时, 无论是为了打击真正的责任的人, 还是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目的, 要避免把责值打在反人身上, 让主导违法者暗入陈仓, 从此填尖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处罚情况来看, 对法人的处罚力度大大提升, 但违法行为的执行者, 包括上市公司高管和中介机构签字人员付出的代价仍然较小, 值得尽兴的是, 此番修改通过规则明确利用大违法强势退市公司控股股东, 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的相关责任, 强调其应当配合有关方面, 做好退市相关工作、旅行相关职责的要求,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不断提升, 打造资本市场强国事在并行, 此时既需要完善的上市、退市机制, 也需要监管曾以关股疗毒的决心设定红线, 由此健全资本市场功能, 塑造理性投资文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